收拾东西准备回西安 花椒暂停 就暂停一天 今天我们回西安 是因为今天我怀孕十周多了 要去做一个检查 所以现在回西安去检查 然后还要建党 对要做一个社区建党了 我们现在到医院了 我们老家距离先是100多公里 两个小时 现在赶紧去 人超级多 我坐在这儿 让老郭帮我排队 我发现我好像是最后一个 会员没人了 排队做完毕超 现在接着等毕超单子 还没好 还得十来分钟估计 赶紧出来吧 我正不及了 有可能出来 两份 哪呢 我报告呢 开始打音 啥情况 这个是这样的黑钞 它不是有两份吗 就这一个 两个在一个上面 看一下 我最关注的就是这个 黑钙长约3.2了 3.2厘米 现在是一个红枣的大小了 上次是2.1 这个3.2 还是一个小人 这样子两个 包括在一张单子上 这个人看不清 小人的样子 现在已经是完全是个人了吗 这是头吗 头在右边 脚在左边是吧 现在就是你娃 不管这些咋样 这些数据 你娃这些长得挺好的 不过现在有一点就是 下边这一部分 这个子宫动脉阻力 还是有点高 这显示的是 血流频谱异常 右侧RH增高 建议复长 还意思是 还比原来更高了 对 这个就是会影响娃的 这个血流 然后呢 相当于就是 它会缺氧 对娃会缺氧 好 唉 不担心 都正常的 明天早上一见医生 该调一点药 调点药就OK了 是吧 对 明天见医生吧 走吧 其实我还挺开心的 今天检查 距离上一次是10天 10天前是2.1厘米 今天是3.2厘米 相当于一天长1.1毫米 1毫米 而且基本上也都在正常范围内 现在是早上7点多 我们又来到医院了 老婆早早的跑进去 就给我排号去了 我在后面慢慢走 今天要看两个医生 一个免疫科的 一个生殖科的 任务还挺重的 见完医生了 药眼拿了 心里踏实了 昨天那个子宫动脉血流阻力 要比上一次还要严重 然后我心里面就比较比较的忐忑 结果呢 见了医生 医生说是比上一次高了 但是 医生说的很轻松 很轻松 本来上两周医生还说 看这一周看结果 能不能减药呢 结果这周不是有点高吗 医生说没事 你够一点点 然后还不减药 还不能减药 接着研 接着打针 接着吃药 然后一直到12周 然后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中间就不用再做笔钞 也不用减啥啥了 直接下次来就可以做NT了 我下次来就满三个月了 三个月可以做NT 然后就可以撒野 这意味着 我的心情可以放下好多了 真的 做完NT我感觉 所以今天今天医生 还挺轻松的 其实就是一直以来 就是咱俩在自己在吓自己 然后每一次报告一出来 这不太正常 紧张 一见一声 放下了 是吧 好了 然后接下来就等三个月 然后一会回家 去社区建党 走吧 先去拿药 还有打的真的药还没拿呢 赶紧走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先去拿药 我先去拿药 我先去拿药